這個地方 總共有七個藍位的問題 所以就分別把這七個問題分別回答 然後再向下填滿 有沒有 向下填滿 那這七個問題答案就出來了 OK 那最後呢 我是希望等於七個會有七個公式 那七個公式要怎麼產生 當然以往 如果你實在不會的話 說真的 你有時候想要放空 有沒有 你不想要去想 那你就把問題敘述給那個Trade Vita 所以如果像第一個問題 我們大概知道規則 108 所以你其實可以在那個Trade Vita上面 然後我這邊 其實我又把我的對話分享出來 所以如果你們要看的話 其實也是類似啦 跟前面蠻像的 主要是你可以訓練一下 就是這個問題要怎麼敘述 才能讓Trade Vita知道說你的問題 該怎麼理解 所以一樣 反正開頭我要的是公式 所以我前面就請幫我鑽寫 也是有公式 如果我要想要寫那個VBA的SARP程式 那我就請幫我鑽寫 VBA的SARP程式 大家改一下 未來如果你要改那個Python程式 因為我現在也要在交 就是除了交VBA也就要Python 所以把它改成Python就好了 如果我要交Java 請幫我鑽寫Java程式 或其他嘛 現在反正所有東西 甚至POWER BI上面 它又有另外的公司 它叫DX 請幫我鑽寫POWER BI DX 它也幫你寫 所以我們以前真的要記非常多 現在都不用了 現在只要有Trade Vita 真的不用記太多 反正需要記的就是你要怎麼記得 跟Trade Vita溝通 其實說真的有它就夠了嘛 以前的話你要花很多力氣 去記 去背 去理解 去學習 有沒有 按部就班 我是覺得以前那一套也沒有錯啦 老老實實做 但問題你要老老實實做 你有那麼多時間嗎 你學了兩年三年 你確定你可以學的會嗎 我不把你保證 而且我發現 有的人對於程式真的絕緣耶 就沒有那個天分耶 沒有那個天分 你叫他就是要把程式寫出來 那真的對他也是很辛苦的一件事 有時候我看有些同學真的蠻認真的 但最後寫程式就不行 那你要怎麼辦 你能跟他講說 好吧算了耶 你可以學 他已經學那麼久了對不對 你還是要跟他鼓勵啦 但是有Trade Vita之後 我絕對可以跟他講說 你不用 你不要用那種方式學啦 你用Trade Vita幫你產生的東西 你只要能夠會問 然後能夠會用 就夠了啦 如果有發生錯誤有bug有沒有 沒關係 你再貼回去 請Trade Vita幫你找出bug 他也會幫你找出來 或者是公司裡面哪些不完美有沒有 沒關係 你在底下再跟他講說 請幫我改成什麼樣子 之類的 你再補充一下 我覺得慢慢修正之後 得到的結果 大體上我覺得是可以 而且我用的版本 還不是用最新的4.歐耶 我用3.5我覺得已經就夠了耶 而且甚至有同學跟我講說 老師有些地方好像3.5 它其實已經很好了 甚至反而有些地方會比4.歐來得更好用耶 我有聽過這樣的訊息 但是其實最大的缺點 3.5的最大的缺點是因為 它的那個什麼 它有個名稱叫Token 這個Token的話就是說 你跟Trade Vita的主機溝通的時候 它給你的這個對話的這個訊息總量 總量的話 大家網路上很多版本 有的說是這個大概4K 有的是8K 那所謂的4K跟8K好了 比如說8K好了 8K就8千個Token 8千個Token 其實它的算法不像以前 反正簡單講 大概4千個中文字的意思 也就是說你這邊對話有沒有 如果假設一直一直 你問了 然後他回答 問了 假設這個所有的訊息 超過4千個中文字的話 那他會提示跟你講說 你已經超過上限 叫你一定要買新的版本 才能夠 為什麼 因為他 你那個Token對話 他就會記不起來了 那也就是你上面的這些敘述 他沒辦法連貫 意思是這樣子 那 未來 那你說買新的版本 會不會更好 有 因為他後面的版本 他的Token數量 再繼續增加 現在增加多少 我記得那個數字 現在有達到64k 等於就是說大概 這個數字的話 就是可以讓你加大就對了 不過 這個每一家都不太一樣 那當然 目前來說 你們對話的問題 只要不要超過他的數量 應該理論上都可以 不然的話 你就開個新的 新的也是OK的 那我們回到這一題 我們的需求是把108取出來 所以我就跟他講說 請幫我撰寫這個公式 然後我的需求是從 A3 一樣 從A3這個儲存格 順便 如果你怕他不知道A3裡面是什麼 你還可以怎麼樣 直接把這個A3裡面的東西貼過來 那我們要取出108 那各位有沒有發現 像我個人習慣我喜歡 是把這一串文字前後加雙銀號 不加其實也沒關係 不過我覺得加會比較好 因為加了之後 他比較知道 原來這是一個頭尾的一個文字 然後他說 再去查 所以 這個是等於是第一個 其實理論上用MID就可以了 然後再查詢的話 其實這後面就是用V的環數 所以其實 我是把兩個問題直接就問他 因為我覺得這個問題不會很複雜 所以我這兩個問題直接問 再查詢名稱為單位 然後取出第二欄 所謂的單位指的就是說 這邊不是有個對照表 剛剛這邊就是這個表格 那取的是這一欄 OK 不過你不講其實他也是第二欄 但我就順便讓他比較清楚一點 那這個時候的話 他就跟你講說 你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可以用MID 不過你會發現 他好像有點多事耶 他是找這個的後一個字 有沒有 他是用FINE 減號有沒有 然後再加1 然後再取三個 那其實有錯嗎 其實也沒錯啦 但是我們會覺得說 好像有點囉嗦 就是把它複製一下 或者直接複製這一塊 複製一下 那你會發現 這邊得到的結果會怎麼樣 一樣是不是108 對沒錯 可是喔 其實他108 這三個字其實就是在 在怎麼 123嘛 所以其實這邊得到也是3嘛 那你不如直接這邊輸入3 比較好了 那好像簡單吧 OK喔 那你說他這樣有錯嗎 其實也沒錯啦 OK 所以如果你假設 你不想讓他用FINE函數的話 其實你甚至可以在底下去說 不要FINE函數 他會自動幫你把它改真 我剛剛寫的 不過如果不影響的話 你自己改一下就OK了 然後再把它跟V的環數結合在一起 所以剛剛這個公式有沒有 他再查詢的話 他就幫你把它加進來 OK 然後他用V的環數 逗點 後面的話就是你要查詢的表格 逗點就是第二欄 然後逗點FORCE的話 就是要不要查接近 如果找不到108的話 要不要找接近 FORCE就不要 不過一般習慣我FORCE會用0 0跟FORCE是一樣的意思 OK 所以這一串的話 我就把這個複製一下 然後就把這個貼上過來好了 貼過來 但是有個問題 我覺得他這個問題 明明我跟他講說單位的名稱 他後面還要再加這兩個範圍 所以你會發現 打勾之後一定會出錯 什麼錯 NAME的話就找不到這個名稱 有沒有 所以理論上這個 這個不是叫單位範圍 叫做單位就可以了 所以他多兩個字 當然如果你不要那個範圍的話 其實你也在底下可以跟他講說 喔 單位範圍不要範圍兩個字 他也會幫你修正 OK 把它打勾 OK這樣就有了 向下填滿 乾脆這樣把它改 這個也是把它改成3好了 比較短吧 OK 沒事不用那麼長 OK 好 那這個的話 主別就是取第七個字 這個應該算1234567 A的話是第七個字 取一個字 其實用剛剛的方法也可以 但你也可以直接問CharlieBT 如果你懶得自己想的話 有沒有 那也是一樣 其實我這個問題是 把上面那個問題貼過來改 本來這邊 前面都一樣 取出本來是取出108 對不對 我把它改成取出A 再查詢 剛剛是本來單位把它改成主別 那一樣 這底下應該他也會得到 我們要的結果 把它複製 不過問題都發生的狀況 這個bug都一樣 這邊這兩個字不要 那這邊其實也可以把它改一下 這個應該直接改成7就可以了 因為他還是很多式的 直接去找什麼 找那個減 哇 這個有點麻煩 減號 然後再去找減號 所以他是找一個 兩個的下一個 是沒有錯啦 找第一個減號有沒有 所以他這邊 這個是找第一個減號 再去找第二個減號 再去加1 其實你這一串 不就打個7就好了嗎 有沒有 但是他這個做法也沒錯啦 以後如果你的資料非常冗長 或者是你的位置不確定的時候 不確定的時候 那你可以用fine 有沒有 但是如果假設你的位置 像這邊都固定 17個字不會變喔 OK 那你就不需要了 所以我把這個範圍 這個公式複製一下 那一樣呢 這邊把它直接就貼上 那我剛剛講過 這邊其實不用這麼麻煩啦 你知道fine 第一個減號 再fine第二個減號 再把它加1 那我不要麻煩的話 那我就直接怎麼 直接把這邊 這一串有沒有 直接改成7就好了 意思就是說 我要直接切 A3這個儲存格 從第七個字開始算 有沒有 A的位置 豆點1就是一個字 所以這個得到的就是A啦 然後再去幫我把A裡面 去找一個那個組別 組別的話其實就是 裡面有沒有那個A 有嗎 然後就把這個部分 檢測一下 然後呢 再把這個 直接改一下就OK了 所以剛剛改這個 這個是MID 把這邊這一串 這邊這一串改成7 那這邊這兩個字不要 OK 打個夠 這個其實看 FORCE我習慣改0啦 有沒有 不過不改沒差啦 這個所以 FORCE跟0是一樣的意思 FORCE就關閉啦 不要 True的話就是1啦 0、1 OK TrueFORCE OK打個夠 這個有了 向下填滿 那深等的話呢 一樣的道理 不過深等的話是第一個字 但是理論上 我們如果假設問他的時候 但是這個題目有一個 比較容易要注意的地方 因為深等的部分 它這個對照表裡面的這個地方 當然你現在看不出來 它裡面是數字 數字 數字喔 可是呢 我們 如果假設用什麼 如果用 取第一個字的話 我用 一般是用什麼 插入那個 直接用好了 用文字 我們直接找第一個字的話 用LAPS 那LAPS它是一個文字類函數 所以從這個文字裡面取第一個的話 你會發現 它取得的資料喔 如果你仔細看 這個的結果 你會發現 它得到的結果 前後是有雙引號的 那你要特別小心喔 有雙引號跟沒有雙引號 差別就是不一樣喔 OK 那後面的資料是沒有前後 是數字 可是呢 這邊是文字的話 欸 那我得到這個 你說老師 這個E看起來 跟這邊的什麼 深等 這E看起來是一樣啊 所以呢 我如果假如 再做一件事 拿去 拿這個公式減一下 再去查詢 查詢的話 就是切到這個 檢視與參照 裡面的V2元素 最下面這個 那查什麼呢 查這個 把剛剛的公式貼在這裡好了 查這個 去哪邊查呢 在這個 TableRate上按F3 應該也會有比較深等 深等在這裡 然後呢 它的E 是助磚 所以理論是 要把第幾欄抓回來 第二欄 要不要找接近的 不要 輸入0 所以這個 這個 當然你如果自己輸入也可以 啦 或者Challgyp 幫忙也可以 但是有一個地方 可能你們要特別特別小心 因為我用Labs 得到的是一個文字 那我現在查詢的資料裡面的 這個資料有沒有 欸 看起來好像是一樣的喔 可是你們發現 它是沒有前後雙 你按確定的話怎麼樣 它會出現這個訊息 以後呢 如果謹字號開頭的話 一定就是 什麼的 錯誤 那錯誤的 後面會跟你講 欸 這個什麼錯誤呢 N的話 其實就是NAT的縮寫 NAT A的話呢 是Available 所以呢 就是意思說 什麼意思 找不到 白話意思是找不到 所以你以後看到緊NAT的話 實際上就找不到 欸 你說為什麼找不到 不對啊 我這邊明明是1 然後我去那邊查也是1 為什麼找不到 其實關鍵的地方就是什麼 形態不同 它這邊是文字 這邊是數字 所以怎麼辦呢 其實道理很簡單 只需要怎麼樣 把這個文字有沒有 轉換成數字的話 就可以了 欸 好像我們前面也好像有做過一樣的動作 如果要把什麼呢 文字轉成數字 欸 你記得一個函數吧 什麼函數呢 還記不記得 其實如果不記得 其實你可以在旁邊這邊 插入函數這邊找一下 文字類裡面就有 文字類 它有一個 在這裡面 不過它剛好就最下面 有一個函數 就是這個啦 將文字資料轉換成數字資料 那就Value啦 所以如果你要轉的話 這個要特別小心 因為這個錯誤呢 發生的機率非常高 因為好像蠻多同學都不會 所以很簡單 你就在這個 這個Labs的外面 請你再輸入一道Value 前刮弧 然後後刮弧一下 有沒有 我加了這個Value 把它包起來 有沒有 它馬上就變成數字1了 欸 那如果你是數字1之後的話呢 你再跟下面的這個數字1比 欸 那就有了喔 OK喔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一題要特別特別特別小心 因為你眼睛看都一樣啦 但是喔 你會出現找不到 欸 那這個時候 就要注意形態不對 按確定 好 柱磚找到了 向下填滿 這樣也OK了 好啦 請各位先試一下 1 2 3 那這個三個問題喔 我在雲端上其實也都有問他嘛 所以 欸 這個我 這個剛剛的問題一樣 我有問XXP 有沒有 我特別把他用文字1喔 然後呢 並轉換為數字1喔 我看他好像也蠻厲害的 而且他這邊 XXP好像都OK耶 他也懂意思耶 然後這樣的公式也沒問題 只是他這個地方還是一樣 多範圍兩個字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喔